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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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紅龍夢》追求的是怎樣的一個價值觀 有關於男女他們要互相吸引 然後要廝守一生 那這中間涉及到太多的因素 包括不同的人格特質的因素 包括各種社會環境的因素 這絕對不能夠一概而論 也絕對沒有任何一種愛情型態 就可以解釋進 或者是作為所有的愛情的一個共同標準 所以我們只能夠說就《紅龍夢》本身 他到底提出什麼樣的看法 而可能由於哪些意見 是他提供給我們參考的 我想曹遠芹是一個小說家 他並不想作為我們讀者的導師 他只是把他歷經這麼多豐富的 又深刻的體驗 把他所體悟出來的道理展現出來 那我覺得他是在讓我們看到不一樣的世界 那讀者完全有義務去聆聽他 他的聲音 但是你也有權利可以不接受他的看法 但是我們的義務一定要做到 就是你好好的去理解他 那當然我們在之前的那個單元 就是有關那個物稱的單元 是不是就有提到 《紅龍夢》事實上好奇怪 他其實真的非常傳統 他是不是認定婚姻必須要由父母之逆 沒錯之言對不對 那麼只要有情與淫怎麼樣 就都沒有結果還記得嗎 所以你只要有私情你違背那個禮教 你大概就不會有好下場 這是我們在那個單元裡面看到的 好啦 那如果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那愛情要怎麼樣產生對不對 只要是犯情與淫都無結果的話 那這個愛情要怎麼辦呢 他要安頓在哪裡呢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當你接受禮教官的情況底下 你當然就不可以承認有私情對不對 可是私情他畢竟就在個人的世界裡面就產生了 那這時候我們該怎麼樣去看待他 怎麼樣讓他跟禮教能夠共存 這說實在都是很矛盾 而且說定是很難解決的一個兩難的問題 那我們只能夠說 好 那我們先撇開這個禮教的一個問題 我們先撇開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一加進來 那你這個愛情是沒有地位的 因為他根本不承認 你應該在婚姻之前會有任何私情 那這麼一來你這個愛情要怎麼談 這真的是一個很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麻煩的一個困境 所以我們以下所說的這個單元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我們先不管這個禮教 那先看愛情本身怎樣是一個比較理想的 所謂的理想不是說他一定最好 而是說他對人的提升 跟對人的自我完善而言會是比較好的一種 那如果我們先單純從這個來看的話 就來看看說那《紅樓墨》裡面展示 其他怎樣的一個愛情的形態 那所以呢我們這份講義已經整理得很清楚 那所以我們可以講得很快 因為其中所涉及到的情節我們以前都看過 那為了完整起見我還是簡要的列印出來 但實際上希望你們還是回去 把那段情節好好的閱讀喔 真的不要放過任何一個字句 我不認為一個偉大的作家會是隨便下筆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如果你覺得作家是隨便下筆的話 你根本就不用讀他了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浪費你寶貴的時間 在一個亂說胡說八道的人身上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邏輯喔 所以你既然願意接受他 你就必須呢很尊敬你所面對的文本 把他當一回事 好好理解他說了什麼 好啦所以我簡單分成三個類型 前面兩個類型都是《紅樓夢》裡面所呈現出來的 那第三種事實上我覺得《紅樓夢》裡面也有 只是呢很淡薄 而某個意義來講呢 是我比較是偷渡了我個人的看法 這個你們可以做參考 那首先呢請看第一種 那就是呢我們現代人大概也都很迷眩 甚至呢很嚮往 然後呢對他充滿魅惑的一種愛情形態 就是一見鍾情 因為我們相信直覺 我們相信有呢超越了任何的這種衡量 超越了很多的思考 然後呢完全訴諸內心的某一種強大的一種感性 所選擇的那個對象 我們覺得這才是最純粹 最沒有任何雜質的一種愛情 但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的內在的那個我 真的就是完全沒有計算 真的是完全就是最訣假純真的 那一種固有的那個真我嗎 這都是很多的問題喔 我們在上個學期有一個單元是不是就跟各位提到過 即便在我們今天自由戀愛打破階級的一種 一種價值觀跟社會常態底下 我們的責偶是不是常常也在潛意識裡面 是用所謂的同質論去進行的對不對 那是另外一種變相的門當戶對啊 那只是你自己呢並不自覺 然後呢包裝在一個自由戀愛底下 所以事實上恐怕有一半以上 我們還是潛意識的在遵照門當戶對的那個原則 去選擇對象 那既然是潛意識你當然不知道啊 然後呢你可能就認為那就是出自於真我 可是那個真我到底是由多少的社會價值觀 甚至有多少來自於一種生物本能所決定 你怎麼會清楚呢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一直在宣揚訴諸真我的時候 我們通常沒有考慮到一件事情就是 那什麼叫真我 你的真我跟我的真我是一樣的嗎 當然不一樣啊 那憑什麼我們會覺得有一個什麼樣子的真我 他就可以變成一個真理 然後成為一切衡量的最終極的標準 這是不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迷思 而我們自己從來沒有想過 因為我們的真我從哪裡來 恐怕我們自己都不知道也說不清 那這樣的真我如何可以成為真理 這是我們真的必須甚至要從哲學那個角度 去思辨的問題 而這個歐美已經有一些思想家都在做這個工作 然後最後的結論恐怕跟我們現在所信仰的那個價值觀 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這個說來話長以後再說 所以這樣的一見鍾情建立在一個恐怕是空泛的 模糊的不確定的那個自我的一個強烈的感性之上 那這樣的一見鍾情會有什麼樣子的結果 那這個就很有趣囉 當然會因人而已 不過既然我們是在研究紅樓夢 我們就來看看說 紅樓夢怎麼樣來呈現一見鍾情的下場 所以各位請看一下 第一回到第二回 那麼第一個一見鍾情的案例 這個就是賈與村跟交信 那我提醒你們 那交信跟賈與村的這一組人物呢 當然後面是喜劇收尾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有沒有注意到 其中沒有任何真正的一見鍾情對不對 有啦 是那個賈與村對交信有片面的一見鍾情啦 可是交信本人是不是完全無意圖 無謀慮對不對 所以就此的人他跟我們今天所謂的雙方 那個叫做什麼 雙方的那一種情投意合是不一樣的 那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作者即使對於這樣一個 喜劇收尾的這一組人物呢 他事實上透過很多的手法 來暗示他的不同意 例如說來對這樣的一場事件 他給了兩句的評論 叫做偶因一著錯 變為人上人 偶因一著錯 變為人上人 好啦 確實是喜劇 因為呢 交信飛上枝頭做鳳凰 變了憲太爺的夫人 這對一個丫頭來講 那當然是 簡直是意外中的這個驚喜 當然他自己也不一定是驚喜 因為他從來也沒有夢想過這樣的事情 更沒有做任何的努力跟規劃 可是他就這樣得到了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那作者說請你們看一下喔 偶這個字有沒有 顯然這是一個偶然得到的 那個完全是運氣的問題 所以得知我信不得我命 可是不得的機會更多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他認為這根本是一個錯誤的基礎 所以偶因一著錯 有沒有注意到這是一個美麗的錯誤 再美麗他都是錯的 這不是太有趣了嗎 那我就很想到喔 我們現代人的自由戀愛很好玩啦 雖然他尊重了每一個人的主體性 那麼也設計了一套婚姻制度 讓每個人都可以盡量去選擇 最適合他的來共度終身 可是有沒有發現 在這麼這麼多的戀愛經驗裡面 有太多的型態是 因為誤會而結合 因為了解而分開 有沒有 所以很多的戀愛失敗 甚至很多的婚姻失敗 最後的一個最終的原因 就是因為發現彼此不適合 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在美國 這就是一個離婚的理由啊 我們已經試過了發現自己不適合 共同生活在一起 法院就准你離婚 他們的理由可以這麼簡單 可是這個簡單就是真的最關鍵的問題 我們就是不適合生活在一起嘛 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很多很多的那個美好的開始 很可能都是建立在美麗的錯誤上 是所謂的因為誤會而結合 所以說一見鍾情風險很高 那這個風險在我們現代有離婚 可以的讓你有一個更好一點的 那麼讓你的傷害跟打擊比較不會那麼大的 但是在古代這恐怕問題就會非常嚴重 所以各位你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交信因此就有一個諧音 這你們應該都能夠回答對不對 是不是僥倖 所以你真的是運氣太好 我們這個賈雨村不但因為錯誤而愛上你 而且果然要取得你之後後面還非常的順利 這簡直是比中那個1000億的樂透還要更難 所以這叫僥倖的好運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不是你們人人都可以這麼僥倖的喔 那所以要小心啊其他的一見鍾情恐怕 就沒有這麼好運了 那個錯誤跟不幸的機率更高 所以請各位來看一下第二組 這一組我們也看過了就是第四回有沒有 馮淵不是一眼看上了香菱有沒有 那時候叫曾英蓮 不被拐子拐了之後是沒有名字的 那麼結果他就一定要人 而且為了他而是不是徹底改變自己的性向 記得吧 對他徹底改變性向本來是個男同志嘛 後來變成雙性戀 這當然是完全徹底改變 說實在這在現實世界也非常罕見喔 所以你可想而知 這個對曾英蓮的一見鍾情那個感性之強大 是強大到完全改變他自己 這個如果以我們今天的價值觀來說 我們是不是就會歌頌這種偉大的愛情有沒有 這個偉大的愛情可以完全改變自己耶 我們被那個愛情的強度跟 對被那個強度所展現的光芒所炫獲 所以我們就會歌頌他 你如果能夠為愛情而死 哇 那更是偉大的志情有沒有 所以杜麗娘就一直被歌頌 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我覺得從這個逢淵的煞場 作者是不是有一點在告訴我們說 你不應該改變你自己 雖然我們剛剛說那個自己 不是有一個固定的自我 可是起碼你有一個 已經在你這個成長過程當中 所形塑出來的某一種習慣 某一種價值觀 那這個就是現在的你的這個自己 可是你因為這場突如其來的一種迷信 而讓那個強大的愛情完全改變掉你自己 老實說這恐怕就是災難的開始 因為你已經變得不是你 可是一個不是你的你如何能夠好好的活下去 你失去了你的正常的軌道欸 那接下來不就是不正常的一個遭遇嗎 所以我們逢淵的死 我總覺得這中間說不定是有一些弦外之音的 所以顯然一見鍾情背後隱含著很高的偶然因素 跟不確定的成分 那麼他的風險甚至可能會讓你為他喪祕 因為一見鍾情在看不清楚的情況底下 你有沒有可能遇到的並不是甜美的宋歌 而可能是可怕的災難呢 所以一見鍾情最後非常慘烈收藏的例子 我們在社會新聞中不也看到很多嗎 你一見鍾情的對象說不定是個恐怖情人 那你就等著付出代價 所以一見鍾情背後 不是這麼簡單的一個愛情的讚頌而已 然後像尤三姐她動心於柳香蓮 她何時對她產生動心呢 是五年前而且就是只見一面 她是沒有看錯的人沒有錯 可是這兩個人之間是沒有真正的認識對不對 所以對方也不了解她 所以她當然很容易聽信傳聞 以為出自寧國府的是不是都不乾淨 因為連貓仔狗都不乾淨 以至於她就堅持要退婚 然後在各種誤會底下 是不是導致了尤三姐的香蕭玉雲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一見鍾情真的背後有太多不穩定 不確定 然後甚至是很不可靠的那些東西 而這麼多不確定的情況底下 你為了這個一見鍾情要進入到一輩子的婚姻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到懼怕的一個冒險行為 所以一見鍾情的強度固然讓我們感到一種震撼 但是震撼過後請恢復理性 你要追求的是終極一生一種平淡 但是也許是汽水長流的真實的愛情 那麼這才能夠讓你的婚姻能夠走得遠 那這個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條件 是我們應該要更重視的 尤其在一見鍾情的強大愛情底下 我們跟另外一個對方的那一種關係的進展 恐怕也會在一個速度的一個推進之下 走入到一個更深的歧途 所以一見鍾情的速度跟強度 不見得都大部分是不會讓我們引領到光明照耀的天堂 所以下面的第四個例子我只在花一分鐘 就是在一見鍾情的強度之下呢 很快那個發展速度就太快了 快到一個什麼地步呢 就把情跟吟混淆不清 在沒有真正的認識底下呢 你就很快走入到所謂的情欲交和 那麼這對女性來講 事實上它要更付出慘烈的代價 因為在那一個還有女性癥結觀的社會裡面 你基本上就已經變成是一個被社會唾棄的一個敗德女性 請問你將來如何在社會中立足 所以下面這個例子很有趣 是明菸跟萬兒的例子 我覺得太有趣了 那寶玉撞破了他們的優惠之後呢 那麼叫萬兒趕快跑啦 不要讓人家發現 然後他就問那個遺留在現場的明菸說 哎呀 那那丫頭是十幾歲啦 你知道明菸的回答竟然是大不過十六七歲了 我們覺得這沒什麼嘛對不對 可是寶玉比我們精細 比我們更計較更嚴格 他說你這樣是不對的 他說你連她的歲數也不問問 用個魔能兩可的十六七 表示你對這個女孩子是不是根本就不夠了解對不對 你根本不關心她 連她幾歲都不清楚 所以呢那別的自然越發不知道啦 你知道萬兒喜歡什麼 你知道萬兒的希望是什麼 你知道萬兒現在在追求的是什麼 你知道她內心的糾結在哪裡 你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你連年齡都不知道 那請問為什麼她要跟你就這樣子上床去了 所以呢寶玉說不行不行啊 哎呀這個萬兒你真的是太傻 他白認得你啦 了解嗎 你這個男人沒有真正愛他 沒有替他設想 沒有深入到他的內心深處 他就這樣輕易地現身耶 所以寶玉說可憐可憐 你看魚嬰鳥鳥 他覺得萬兒真的太可憐了 你在糟蹋你自己 你了解嗎 一個沒有真正愛你的人 因為很明顯他根本不想了解你 他只是把你當作是一個謝慾的對象 然後你還以為這個叫愛情 傻女孩呀 所以請看知彥齋也做了一個呼應 他說作者呢 作書者是女兒珍貴之志 所以你要好好珍惜你自己 所以不知今時女兒可知啊 這個萬兒就是搞不清楚你很珍貴 你不應該把自己物化 然後用一個愛情來包裝 結果把自己就變成是一個性對象 所以知彥齋說 魚為作者痴心一哭 作者這麼愛 疼愛這些女兒這麼尊重你 但是他這個痴心並沒有被女兒所察覺 那麼又為禁食的女兒的一個 來我們看一下螢幕喔 在哪裡 又為禁食那麼自棄自敗之女兒一恨 他替你萬喜而且恨你 你怎麼不好好尊重你自己 他覺得你在自棄自敗 懂意思嗎 所以情跟贏的關係呢 是必須要好好講究的 情夠深彼此夠了解 我們在走到結婚的那一步 而不是把它混淆為一 以欲代情情欲不分 這恐怕呢就是在愛情中的人 常常迷惑 而因此呢不知不覺踩到地雷的原因 那當然除了這之外呢 我們的曹雪芹另外又提出 他理想中比較好的愛情是什麼 所以他超越或者是反對一見鍾情 也反對呢那個愛情的強度跟速度 那麼他改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提醒我們 愛情可以在一個什麼樣的情況底下 發展成為我們人生當中 真的可以自我完成自我提升 而且讓我們呢獲得更高幸福的一種方式 那我們現在就請各位看一下 我們講義的第二頁喔 這也就是呢我上一次跟你們提到過的 我覺得《紅樓夢》呢他在超越過去 當然也包括才子佳人小說 可是也包括牡丹亭西香記等等在內的 有關男女浪漫愛情故事的那一種敘事模式喔 所以呢他有意的要來超越一見鍾情 然後呢他提出了另外一個方式 也就是呢要日久生情喔 那這個日久生情呢甚至透過這個偶觀 他在日常生活當中所謂的假戲真作 而培養出來的一種真情喔 這個我們在之前都有提到過 那麼這樣的一個日久生情呢 老實說他側重的就是呢 情感的深度、長度和厚度喔 而不再是呢放在一些你會炫目的那個強度上面喔 當然更不包括速度 所以我們這邊呢有一個小小的補充喔 我覺得這一點是一個很重要的區分 那麼我希望大家來思考這個問題喔 就是說在我們上次所提到的有關愛情的速度上 使得人們呢跳躍過漫長的心靈探索 而很快的呢就落入到形而下的那個肉欲交合的層次喔 而還誤以為那個是愛情 那我們紅樓夢是不是透過萬兒有沒有 跟明煙的那個偷情事蹟來呈現出這個道理 那麼現在呢我希望你們可以來參考一下喔 有一位德國的哲學家 這是在一本那個信仰哲學詞典裡面所提到的喔 我覺得這段話很可以釐清我們一般常見的誤解 那就是呢他認為所謂的愛 所以所謂的love他應該是一個心靈的整體狀態 他就是你的心靈狀態 他不應該涉及到任何其他慾望的成分 慾望就是慾望 所以他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我們尤其不應該把愛跟純本能的衝動 即使這個衝動是昇華的喔 我們都不應該把它視為一視混為一坛喔 然後呢就混淆中間的界線甚至呢就偷渡了 很多其實就只不過是那個身體本能的部分喔 為什麼呢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他分得非常清楚 所謂純本能的衝動啊 也就是衝動本身 他本來作為一種衝動的本質 他就是以這個滿足其視欲為能事 所以所有的本能衝動呢 他最重要的目的甚至他的出發點 就是要得到滿足喔 那麼就這一點來講呢 他很容易的就會把愛把對方 視為滿足視欲的方法 所以對方其實在你這個衝動的本能 要加以滿足的同時 他已經被客體化 他已經被物化 他不再是一個主體 他只是被你用來滿足你的視欲的一種媒介 一種手段 所以這麼一來呢 你就很容易的 事實上你就在貶低對方 可是愛不是喔 愛是以肯定價值以及創造價值的態度 把自己轉向對方 所以這是非常清楚的一個釐清 我再也沒有看到比這個更好的一個區隔 雖然他講的非常簡單 但是他講的非常重肯 所以我總認為呢 把愛跟欲混為一談 覺得欲就是愛的延伸 愛的一種方式的人 我想你可能在模糊而偷渡很多 事實上是雜質的東西而不自知喔 所以愛就是愛 就是你心靈中是不是真的體貼尊重了解 照顧對方的那個心意 他絕對跟你的身體本能是沒有關係的喔 當然這並不表示說 在愛當中不允許這個慾望的存在 當然這不是這個意思 他只是希望說你先分清楚 然後知道關鍵在哪裡 重點在哪裡 然後當你們呢 達到一個愛的一種互動跟標準的時候 我們彼此都認可對方 我們是可以在互相創造 然後我們可以攜手並濟 甚至成為終身伴侶的這個前提之下 然後你們共同呢 會有另外一種 這注意喔 是共同得到的是一種慾望的滿足 那這個呢 前提他認為呢是可以接受的喔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呢 並不是在把愛跟欲做一個對立的二分 可是我們必須在本質上很清楚的掌握到 他到底差別在哪裡 而混淆這個差別會讓很多人間的悲劇發生 尤其是女性最容易受到傷害 我想你們都非常清楚的知道 一直到今天為止 男跟女這兩性 在社會中所受到的這個性待遇的差別 是不是非常的選殊 他甚至是雙重標準 那和紅夢裡的世界更是如此 你們都應該牢牢記得 賈真跟秦可欽的爬灰事件 這是一場亂倫禁忌之極致啊 然後雙方呢 那麼一起去這個參與這樣的一個情色冒險喔 而果然我們都知道下場如何 秦可欽得死對不對 那南方的賈真呢 毫髮無傷 他連一丁點社會輿論的壓力的抨擊都沒有 所以你們就要知道說我們回歸到現實世界 來談這個問題你首先就要意識到人的處境 是不能脫離他的社會脈絡 那你要來討論所謂的男女問題 探索自我的問題都不能夠架空來思考 那麼我們現在要提供的是 不只是現實處境的問題 還包括說你對愛的認識 是不是有了一些混淆喔 所以這一段話我很希望來跟大家做參考 所以如果沒有分清楚這中間的奮技 我想你了解愛恐怕還差得更遠 那麼在不了解的狀況底下 使得欲呢就趁戲而入 而變成一種呢障眼法 然後呢其實最終只是要得到自己的 本能的滿足 我想這就是對愛很大的褻瀆喔 所以愛是一種心靈的整體狀態 是要用肯定價值跟創造價值的態度 把自己轉向對方 所以你愛對方 你一定會把對方放在第一考慮 他會不會因此而受傷害 他會不會因此將來呢 他的人生會受到重大打擊 你不會只考慮到自己的慾望呢 你一定會去設想 那他會不會因此是更好 還是呢因此就受到傷害 所以明焉根本沒有考慮到萬兒的未來對不對 那這些都是你很容易可以在這些相關的 才子愛家人小說中去得到簡證的喔 你們應該都還記得吧 當情中在那個尼姑庵裡面 是不是就勉強了誰智能兒 然後就說什麼好人我快要急死了對不對 你今天再不依我的話呢 那我就會什麼渴死了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說那你就死吧 本來就是啊 那是你家的事對不對 那他沒有考慮到智能兒是個小尼姑耶 他的身分他的處境 當他去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你知道他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嗎 然後你完全沒有把對方的幸福安全 作為第一考慮 只是想到說你快要渴死了 我真的覺得你真的就去死好了喔 好所以呢我們情中真的完全體現了 剛剛說的渴死那段話你們知道前有所成 一千年前就有一個很重要的知名的愛情文本 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寫舊的 蛤你們都不知道不就是陰陰傳嗎 陰陰傳裡面張生不就是追求翠陰陰有沒有 然後就跟他那個他就很急切的 要跟陰陰發生關係嘛 可是陰陰一開始是用大家歸秀的方式 加以拒絕喔 那當然這個從中這個穿梭 然後呢傳失地檢的這個紅娘對不對 他應該算紅娘了喔 然後呢他不是就很曾經發出疑惑嗎 他就對張生說好奇怪 你跟陰陰家是有親戚關係 陰陰算是他的表妹 因為他們雖然在亂世當中偶然在那個寺廟裡面遇到 後來續起親來才知道原來他們是有親戚關係 他說你們不但有親戚關係 這已經是一層的方便 第二個你是不是又救了這個崔氏母子全家 因為那時候在亂軍當中嘛 那這一對孤兒寡母還有一個兒子喔 總之是差一點要受到劫掠 那幸虧張生呢他跟那個這個賊軍的領袖 是有是認識的 所以他由他出滅 那於是呢才使這一家倖免 所以等於說對崔家又有救命之恩 所以紅娘就覺得很奇怪啊 你對他們又有這個救命之恩 又講起來又是親戚 如果你開口求親一定可以得到應允對不對 那為什麼你不求親呢卻這麼急著 就是要跟茵茵小姐有那樣的一個關聯 你們知道張生回答什麼嗎 他說啊我如果求親的話當然會獲得允許啦 但是你們知道嗎 這個婚姻大事繁文入節 又要什麼納財又要問名又要什麼 那等到洞房花竹夜那一天我就會渴死了 你只好到酷魚之勢去找我了 記得了回去自己查齁那段文本事實 有沒有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說 他基本上對於茵茵的感情是哪一種 就是純本能的慾望嘛 他根本連一點點耐性都不願意等 所以這種人我真的覺得 好啊我就到那個魚飯店去買你下來好了 他不是說我於枯魚之勢嗎 勢就是賣魚的店 他說我就會死了就會被到那裡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中國的文化傳統 有他的一個限制 所以他們對於愛情的理解喔 常常就是混淆不清 那這個背後有很多的因素要討論喔 現在實在是沒有時間講 將來有機會我會告訴你們說 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奇怪的現象 就是說西方的愛情小說 他們基本上都是喔 比較著重在男女的彼此的認識 然後呢去經歷一些考驗 這個經歷考驗跟財子佳人的那一種打擊不一樣 他是說我們遇到一些人生或生命 各式各樣的混沌 然後我們一起去奮鬥 然後呢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呢讓彼此的感情更深刻 西方的愛情小說比較偏向這一點 確實如此 你們去看那個簡愛 好這個經典文本就是如此 那完全不急於 比較不急於亂的 對外面來講 重點還是心靈的那種互相的接濟 好那個過程 可是中國的愛情故事都不是這樣子耶 都好快喔 一見中情之後是不是就帶月西鄉有沒有 那從西鄉寄摩丹廳通通是這個樣子 即使男性缺席沒有關係 我都可以在夢中做一場春夢嘛對不對 所以呢這是中國文化的 還有社會結構所產生的一種很奇怪的 一種影響喔 那所以我們並不苛責 但是以我們今天的角度來講 那確實不是我們今天所定義的愛情 這個一定要分清楚 所以呢我們藉這個哲學家的這段話 來說明一下喔 因為這中間關鍵差異就在這裡 他絕對是二分 不一定對立 也不一定不能相容 但是他本質真的是不一樣喔 絕對不要相混 所以我下面就很想講一個故事給你們聽喔 那就是網球名將阿格西啦 這個你們都認識喔 那因為我對他有一點點的了解 然後抓到一些訊息 有一些可以給你們做參考 你們都知道他是在網球上面 功成名就的一個世界級的明星喔 一個運動明星 那當然名利雙收喔 又有全球性的知名度喔 那當時在他成功的第一次的巔峰 你不要忘記啊這樣自得意滿 尤其又再加上年輕 才二十幾歲 全世界是匍匐在他的腳下的人 真的是自得意滿之下呢 欸要結婚啊對不對 你們知道他結婚的對象是誰 你們大概不曉得喔 是當時全世界最有名的電影明星喔 一個美女就是叫做漂亮寶貝 那個布魯克·雪德斯喔 然後那一場婚禮就是世界婚禮 世紀婚禮 然後非常鋪張浪費吸引全球媒體 你知道嗎 這就是某個意義來講就是極盡奢華 然後呢其實就是要做給人家看 你看我是多麼成功的男人喔 所以全世界最有名的女人都被我所擄獲 可是這樣的感情基礎所創造出來的婚姻 當然不可能持久嘛 所以後來很快就離婚 那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又經歷過那個運動生涯的低潮 可是呢竟然在三十幾歲 一般運動員已經差不多 不可能再持續下去的時候 是不是東三再起對不對 所以這個韌性真的是非常的強喔 可是呢那個時候經歷過人生的谷底 有了是非跟高低起伏的人生變化 那麼也歷經炎涼滄桑 所以那個時候他真的是深切理解到 人生最重要的是什麼 所以愛情要追求的不是強度 而是什麼 長度 所以他第二次婚姻取得呢 也是他的同道就是格拉福 也是廣球的名將 然後他們的婚禮很有意思喔 是在一個很偏地的海邊 然後呢就悄悄的舉行 然後呢觀禮的人大概只有十幾個親友 你們知道嗎 所以對他來講 他覺得這才是他最滿足他真正要的人生 那有人就問他說 你這麼的有名 你這麼的有權利在某一個意義上 那你為什麼第二次的婚姻找到終身的伴侶 你為什麼用這麼樣低調的方式呢 不再像第一次那樣 他心平氣和的說 因為第一次 因為第一次那時候是 某個意義來講就是 我要去得到我想要的 但是我現在是想要珍惜我即將失去的 所以人生不會永遠在二十幾歲的巔峰啦 世界不會永遠在你的腳下啦 你不會是永遠的第一名啦 所以真切的去想就是 那長長久久 甚至可以說很短暫的人生 我到底要的是什麼 他要的還是真情 他要的還是心靈伴侶 所以我幹嘛做給別人看 好我只要對得起我的心就好 所以他第二次的婚姻到現在 無比幸福美滿 那我想這個例子很可以做參考 當然人生都要成長 那我們也許會誤判 我們也許會走錯路 但是呢終究不要忘記 你的本心事實上才是最重要的 而愛情做一個人的重要 事實上也是在心靈上面才能夠成立 這個是我一直很想要跟你們分享 好啦 所以回到我們紅樓夢的這個日久深情 他提供的典範 當然是我們非常熟悉的就是偶觀跟地觀 那他所體現出來的那一種 在日常生活當中建立起來的深厚的感情 可是不只如此 我們再來看一下事實上寶代呢 他們之間的那個情感發展也是如此 我很希望這不要讓你們的愛情破滅 因為你們都還滿20歲很浪漫 但是我總覺得浪漫固然很美 可是腳踏實地 那麼深深的扎根的事物 他才會茁壯也才會偉大 他絕對不是一個美麗的幻象而已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寶代的這個愛情發展 請各位注意有一個關鍵字 那是以前我幾時遍讀紅樓夢的時候 實在不能接受他都故意把他跳過 就是假裝沒看見啦 為什麼 因為他跟我們對愛情的 就是年輕心靈的想像中的愛情 是很不一樣的 在第五回 在第五回的地方呢 他竟然說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文本 其實曹雪芹非常清楚的告訴你 即便他們有墓石前盟 而這個墓石前盟該怎麼理解 我們等一下會有補充 就是說即便有這樣前世的那個情緣 然而在喚醒入世之後 我們落腳在這個現實人間 愛情的發生與發展也應該是在某一種 他認為是最真實的狀況 所以這個第五回一開始 來就在81頁第一回一開始的地方 然後他這裡面就有提到喔 各位請注意這裡面有一些很重要的話 要來提醒大家喔 就是請你們看一下在這個 好吧這個在第二段的第二行 其實也是就是這一頁的第三行啦 那麼就是說算了我們前面一起看好了 因為你們要理解喔 林黛玉絕對不是什麼寄人籬下的可憐孤女喔 他事實上是老祖宗捧在手心裡面 無比珍貴是他的心肝肉的一個寵兒 所以你們來看一下他自在榮府以來呢 賈母萬般聯愛 飲食起居易如寶玉 而寶玉是不是就是賈家的那個太上皇了對不對 某個藝人來講 所以黛玉不可能受什麼委屈的啦 這個你們一定要好好的回到他的那個處境中去客觀認識他喔 結果呢就因為他有這樣子的一個拔尖的地位喔 所以連賈母自己的親孫女 像這個迎春探春席春三個親孫女喔 道且靠後 這個好好記在腦海裡好不好 不要老是很有成見的 那麼就一定要指什麼林黛玉是很可憐的 然後反抗封建禮教的女英雄 這個都實在是言過其實喔 好 下面我們回到我們的這個脈絡 他說便是寶玉和黛玉二人之親密有愛處 看到親密有愛了吧 我們知道要請親密啦 可是這個有愛的有字喔 我們好像很容易的本能的抗拒對不對 這怎麼會是偉大的愛情呢 偉大的愛情應該是不知所起突如其來 不講任何條件然後沒有任何愛情之外的成分 不是嗎 但是確實不是 曹雪芹就是說他們是有愛 那什麼叫做有就是朋友 可是朋友之間會相處 是不是就是因為彼此志同道合對不對 彼此呢講難聽一點臭味相同 然後我們有很多的觀念啦 思想價值觀都可以契合 這才是構成朋友的一個基礎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這裡的有愛非常有意思喔 然後呢請注意下面他們的親密有愛呢 是在一個什麼樣的狀態當中去實踐 然後去累積呢請看一下 他們的親密有愛處異字叫別個不同 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席同止 所以他們有日常生活的基礎 好那就這個現象呢 死後至少還有兩次反覆出現 他一再告訴我們說二欲之間的愛情 就是從小到大青梅竹馬在日常的點滴累積當中 才會這麼的深厚喔 所以我們請各位看一下喔 就在我們螢幕上這邊沒有特別提到了喔 總而言之就是他有在這裡來請各位看一下喔 我提前說好了這本來放在後面喔 也就是說你會發現寶帶之間他們從 他的前世的因緣我們等一下再說 但是呢當他們進入到現世的時候喔 請你們注意他們的愛情呢 是在日常生活中所發展出來的倫理式的情感 好滿有意思喔 我們家有個倫理喔 大概一般人就會討厭了對不對 但是實際不然 倫理就是指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那這兩位呢在日常生活當中 作為表兄妹 然後呢又有這樣子的同行同止喔 這樣子的一個生活的基礎 所以呢才形成他們這樣一個深厚 而不可取代的感情喔 所以各位你們看一下 這是寶玉自己都認定的 他說啊他對林黛玉說 欸你幹嘛這麼不放心 我對你的感情事實上是不可能有人取代的 他說你這麼個明白人 難道連親不見書先不見後的這個道理也不知道嗎 他在說什麼呢意思就是說啊 比較起來我跟你是孤表關係 我跟薛寶釵是以表關係 那對古人來講哪一個關係是比較親近的 當然是孤表啊 那所以呢親不見書 第二個先不見後 什麼意思是你先來薛寶釵後來 先來就一定有他的特權 有沒有注意到啊 所以這個很有意思喔 所以對後人來講他事實上是先天上很吃虧的啦 那寶玉的意思就是說你是先來的 你要跟我在血緣上更親近 無論如何薛寶釵都不可能越獲你的次訊 尤其是在我的心中 所以他是一直在寬慰待遇 然後請各位再往下看喔 他說我雖糊塗卻明白這兩句話喔 那頭一件注意咱們是孤舊姊妹 寶姊姊是兩姨姊妹 論親戚他比你輸 第二件你先來 你看都是在講倫 你不覺得這都是倫理關係嗎 先跟後啊 孤表 儀表啊 這都是在倫理上面做的區分耶 然後他說第二件你先來 咱們兩個一桌吃一床睡 長得這麼大了 他是才來的 其有個為他而輸你的呢 這是在第20回出現 再來一次是在那個第28回 他又是跟黛玉之間做了一番的對話 他說我們從小就是一桌吃飯 一床上睡覺 各位不要用今天的話去理解 這裡只是他們從小兩小無猜啦 所以你們記不記得黛玉剛來榮國府的時候 事實上是跟寶玉一起住在賈母房中的 但是由於賈母的地方不夠大 所以他們的一個分配方法其實就是 黛玉在比較是他們有個暖閣 反正你們仔細再看那一段 一個是在內床 一個是在外床 所以他雖然有一個很單薄的區隔 但是其實真的就是一床的延伸 所以這裡不要 這是私無邪 不要誤會 好啦 意思是指說我們日日夜夜都非常親近 然後他說丫頭們想不到的 我怕姑娘你生氣 我替丫頭們想到了 我為什麼把這個列出來 就是要注意真的 他真的是體貼入微 關心你缺什麼 關心你現在哪裡不足 那麼別人想不到的 我都先替你想到的 這才是他們所認為的愛情 所以他說我心裡的事也難對你說 日後自然明白 請注意下面這一段話 我曾經跟研究所的紅樓夢同學 談到這個項目 他們還是非常頑強的抗拒 然後他們就另做解釋 他一定要把他解釋為說愛情是至尊無上的 最優先的一個價值 但是請你好好的看這句話 他明明是說除了老太太老爺跟太太這三個人 第四個就是妹妹了 他說要有第五個人我也說個是 我也說個是大概就是我要去做和尚 或者是我什麼之類的 所以換句話說他非常明確 有沒有注意到林妹妹在他的心裡面排第幾 是第四 前面三個人都是誰 都是在家庭倫理關係當中的尊長對不對 就是甲母優先這不用講了 對甲正都是如此 第一個是甲母 第二名就是什麼 甲正父親優先 再來就是什麼 父親 所以你們要注意啊 對於他們來講 愛情是必須要排在親情之後 尤其是對尊長 那結果那個頑強抗拒這個排序的研究生 他一定要另做解釋 他說可是他還是在愛情中 林丹羽還是第一名啊 我說這沒有錯啊 問題是愛情是排在親情的後面啊 你為什麼一定要抗拒這個次序呢 所以我想我們對愛情有很多現代人的 某一種孤立式的堅持 然後我們不能夠呢 在《紅樓夢》所在的那個階級社會 去認識他 所以以至於我們一定要從裡面斷章取義 然後符合我們價值觀的 我們才加以推崇 但是我想這真的是對《紅樓夢》的一種扭曲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請大家注意一下 好啦 所以這種倫理式的感情 透過日常生活的基礎 然後逐漸累積 慢慢才量變導致質變 就是從親密友愛變成是男女之間的愛 這當然還是不大一樣喔 那這個變化的契機在哪裡呢 請你們看一下 就在呢第29回 那這一段呢 我們也有一些小小的補充 那請各位呢先參照一下講義喔 就是說請你們先注意 寶丹幼年呢他所開展的一個初始階段的感情本質 其實是有愛 那這個有愛其實是延續他們的前身 我們等一下再說 那枝燕災呢他完全跟曹雪芹一致的喔 他在美學觀價值觀他們的身份背景 所體現出來的若干生活品味 其實都是跟曹雪芹跟《紅樓夢》一致的 那他就說啊真的他覺得在書中 很多描寫寶代的互動的情節啊都是淡淡寫來 真的有點像白開水那可是很有一番甜美的滋味 他不是瀑布也不是可口可樂 可是他是你不可或缺 好總而言之淡淡寫來 他說這樣方氏二人自有氣味相投 所以從小他們就有一些契合 而這樣的契合年征日漲 然後就在他們的這個情感發展中呢 就發生變化 可是我要提醒你們這個變化一方面是年齡 二方面呢是見聞的增長 真的人要有見識 要有很多的不同的知識 然後你才懂得呢我們的人生的定位 可以做什麼樣的轉變 所以讀書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就愛情來講呢 他們的這個老師比較是旁門左道啦 來請各位看一下 就在呢第29回有提到 請你們注意這是作者的敘述 他說呢寶玉如今燒明時事 注意喔燒明時事 所以你要了解你現在你的這個年齡 以及你這個年齡的會觸及到的各種人事物 然後呢你才比較能夠跟過去獲得不一樣的一個成長變化 又第二個又看了那些邪書屁傳 而這個邪書屁傳你們知道指的就是什麼嗎 就是第23回他們一進大觀園之後 敏燕是不是幫他偷渡了一些什麼西香紀啊 慧珍紀啊 慧珍紀就是西香紀啦 就是那些講男女愛情故事的那些小說 所以你看那些才子家人男女愛情故事呢 就交給寶玉說原來異性之間是可以有這樣的感情的 跟一般的友愛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看喔人是要透過學習 才能夠真正認識愛情的本質 你們不覺得這太有趣了嗎 我們總覺得愛情就是一個不能講理性 不能講任何知識見解 那才能夠保持他作為一種原初 不知來自何方的一種情感本質 我想這真的都是誤會 那就這點來講呢 就這點來講 我覺得佛洛姆在愛的藝術裡面講得非常正確 他說愛既然是一門藝術 藝術是不是就要經過學習 你不會天生就畫畫的 你會畫成功大概就會是那種素人畫家了啦 那個當然也有他的優點 可是我想絕對不會是偉大的傑作 所以既然是藝術 所以愛也要經過學習 要成長 而且他會體現你的人格特質 好啦 所以你看嘛 果然我們的紅樓夢 他很奇怪的是 他200多年前 他體念到的這個愛情觀呢 竟然符合我們現代人的一個 比較健全的愛情觀 這不是太有趣了嗎 他的前進意識 他的進步性應該是在這裡建立 而不是說是什麼去違背禮教 去打破傳統 我想這個談不上什麼革命性了 他的革命性其實反而應該是在於 他超越時代的 但是跟我們今天所認定的愛情 竟然是吻合 所以你看喔 他又看了邪書屁傳 他學習到了原來可以這樣子 然後呢 因此他在建立這個知識的同時呢 就開始做比較 凡遠親近有之家 所建的那些歸因偽秀 要注意他看到的全部是大家歸秀喔 不是你跟我這一種小家碧玉喔 我們還可以叫小家碧玉嗎 總而言之 所以這些歸因偽秀們呢 沒有一個人是稍及待遇者 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來 好下面我們念過了這兩段話呢 還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有沒有注意到 他是透過比較選擇的 所以又跟我們現在所迷眩的那一種 不知所起然後不顧一切 好像眼前就只有這個獨一無二 不能比較也不能夠取捨的 那個單一對象的那種愛情觀 有完全不同他是要比較 為什麼比較會被他做這樣子的一個 愛情建立過程中的一個步驟呢 我覺得他是要告訴我們說 你只有比較你才會知道說 哪一個人比較適合你對不對 那他不一定是指說在外在條件上的比較 誰比較有錢 誰比較漂亮 我想他的比較應該不僅是如此啦 固然林道遠很漂亮很聰明沒有錯啦 這個大概也很少人能夠比得上他 可是我相信他的比較應該還指的是說 他在他的聰明靈自所能夠觸及到的心靈深度 是不是跟我比較接近了解意思嗎 他的靈會他的心靈的範疇 是不是能夠更超越或者是更 反正就是在這一點上面是能夠跟我心靈相通 我想這個比較當然就是非常重要啊 你為什麼要一股腦兒摘跡一個你並不認識 也不知道他到底好在哪裡的人的對象呢 所以這個事實上是有他的意義在 第二個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他當他愛情發生應該說他的情感本質 從友愛發生變化 然後到了愛情的這個性質的時候 注意一下他不好說出來 我一定要提醒你們喔 寶袋之間固然愛情很深刻 不過始終不但沒有給予所謂的本能的衝動的滿足 同時他們甚至連行諸於口 就是說我在口頭上做一個言語的表達 都未曾有過 那這一個現象在我們前40回中出現過好幾次 他們根本說不出口 那麼即便偶爾有一次我們寶玉真的忍不住 他話說了半截 可是又勉強把他吞下去 可是已經惹惱了黛玉 所以總而言之你們就要注意 這個現象是他們當時禮教的一個非常嚴格的禁忌 你如果表露私情那是肝冒大不畏 所以他們從小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中長大 不會逾越雷石半步 這個你們一定要注意 好總而言之所以他不好說出來 這個要回歸到寶玉的階級跟他的身分教養 他真的跟我們現代人所被要求的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所以我們要簡單做一個說明 可見寶代之間的愛情從前生一直延續到今世 然後那麼漫長的過程 事實上他們情感的性質是與時變遷 那麼具備了漸進的以及學習的歷程 然後他兩者之間會有充分的了解認識 甚至於比較取捨 所以他怎麼會跟我們一般 尤其是我們現代人也都推崇的那一種 所謂感性直覺上面的一見鍾情 完全不一樣對不對 所以呢就此而言 我們要再補充一段話非常有意思的是 到了第57回 我們子涓是不是為林黛玉的未來而擔憂 有沒有 因為人在長大 黛玉不可能永遠住在假家啦 你畢竟姓林對不對 那所以他就在盤算林黛玉的未來該怎麼辦 結果他就去怎麼樣 還記得那一段吧 惠子涓情詞釋盲玉有沒有 才一說林妹妹要回蘇州去 我們寶玉是不是像施了玉一樣 施了靈魂一樣的婚饋有沒有 然後最後還這個鬧出很大的一個事件出來 但是這件事情過後呢 子涓心裡面反而比較篤定 為什麼 他覺得喔 欸不錯 原來寶玉對黛玉是很真心的 那這個真心呢 跟一般的王孫貴族頑固子弟是不一樣的 他說這就太好了 他說再加上 他已經開始在做盤算 他就說欸我們這位黛玉姑娘的未來 真的是一動不如一盡 就是不要再另尋人家了 我們甲府裡面呢就叫做好人家 怎麼說別的都容易啦 像什麼家事背景這些都容易喔 最難得的是從小而一處長大 有沒有注意到 反覆都在強調這個漫長的時間的累積 所造成的情感厚度 因為他會有一個優點就是呢 他會讓兩者之間啊 脾氣情性都彼此知道了的 所以你看嘛 他根本覺得愛情絕對不是一個強度的爆發 他要的是細水長流 我們彼此能夠在將來的人生當中 真的是在日常生活裡面互相扶持 互相體貼 所以他才引了一個俗語 因為這適合子涓的身分喔 不像那個財者家人小說裡面的丫鬟 每個人一開口都是知乎者也對不對 這也是我們賈母所批判的 他們非寫實的那一種虛構嘛 所以子涓他講的話引述的諺語 都符合他的身分 就是一個不識字的一個丫頭嘛 所以俗語說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 所以他確實呢是推崇的是一個知己式的愛情 可是這個知己式的愛情 也不是財子家人小說所虛構虛擬的那一種 他是真的給你很真切的日常生活的彼此的磨合 然後彼此的加深 他要的還是有他的現實基礎 所以各位請注意 不但愛情可以在日常生活當中假戲真作 然後弄假成真 那麼當他成真之後成為真正的愛情呢 他也同樣是體現在日常生活之中 不需要鑽石不需要鮮花 他就是在日常生活裡面體貼入圍到你心靈的各個面向 所以來我們下面舉幾個例子講義上有 這些例子都非常好玩喔 我把他全部整理出來 你們就會比較容易 對他們平常的互動有一個比較清晰完整的輪廓 那麼像第52回 寶玉抗了黛玉之後已經要走了 那正要邁步離開 突然又想起來了 然後呢沙柱腳步又回頭問這個黛玉說 哎呀如今的夜越發長了 因為秋天季節來了 那你們知道夜晚是不是比較冷對不對 那林妹妹身子弱喔 所以他就問他說 那你一夜咳嗽幾遍 行幾次 情人之間問的是這一個耶 好再來呢 那第63回呢他們聚集在 聚集在肖香館喔 他們是怡紅院 聚集在怡紅院 然後彼此呢要抽花籤還記得嗎 所以大家聚集在一起 他就很細心的注意到喔 他說林妹妹怕冷 然後呢所以要他過這邊靠板壁坐 然後又拿個靠墊給他墊著 好細膩體貼喔 然後呢為什麼第45回 我反而放在最後面呢 因為有一段支批很值得我們參考 第45回是這樣子喔 他冒著雨 在雨夜 那打著傘拿著那個琉璃瓦的燈 然後呢來到肖香館 好有趣喔 他一見到黛玉就先問了 他先問的就是 金兒好些 吃了要沒有 金兒一日吃了多少飯 天啊 真是婆婆媽媽對不對 還要問金兒一日吃了多少飯對不對 你不覺得這對我們今天來講 大家覺得很不耐煩喔 可是在紅肉夢的世界裡面 他讓寶代之間的愛情就是體現在 這麼瑣碎的日常生活當中 很有耐性 你知道這真的要有耐性耶 要是我真的就會 對不起 如果我先生這樣常常問 第二次我一定會說我不會餓死 你不用管我這個好不好 這真的是 這不是 所以我真的覺得 當然我跟林鄭玉個性很不一樣啦 我們的時代也不一樣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顯然我不夠有耐性 我實在是不及格啦 對不起 但是你可以看到寶玉多有耐性 然後連這麼瑣碎的 這麼樣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可是對他來講他都放在心上 好 所以請看支批有一段話好有意思喔 下面我們列在講義給大家看 他說這些都好笑之極 沒錯吧 我第一個反應也覺得真好笑 你們不覺得好笑嗎 那你們真的比較懂得愛 就是這種瑣碎到真的是婆婆媽媽的愛 你們還覺得這個很感人 那你們真了不起喔 可是從一般的角度來講 真是婆婆媽媽到極點 而且他還說無謂扯淡之極 用扯淡這個話來描述他們之間的互動 好 可是他說 回思則利血滴水之至情至神也 他說你還好思考 當下不要 你當下可以很沒有耐性 可是事後你再去回想 真的 這個叫做換我心為你心 使之相亦生 好 你設身處地換個立場 你用對方的心來去設想 然後換我心為你心 你才知道這中間有多麼深厚的愛 所以他說這才叫做利血滴水 真的是磕到骨子裡去了 然後是從你的最內在的那個精髓裡面 煥發出來的一個溫情 他說這才叫做至情至神 所以他說這你看嘛 你跟別的什麼偷寒送暖私奔暗約 一位引擎浪態的小說 怎麼可以跟他們比呢 所以他是不是又在貶低西鄉記牡丹廷 什麼菜子家的小說有沒有 他覺得根本不要涉及到什麼戴月西鄉 什麼春夢的幽構什麼之類的 根本不要涉及到那個 這就是至情 所以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面出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字 尤其是我們今天對牡丹廷 尤其是舞台上的昆曲演出 這麼樣風靡的時刻 知批跟紅樓夢他告訴我們 或許至情不是有那樣的定義的 由知批透過紅樓夢的敘事 他從裡面萃取出至情這個詞彙 我認為他就是在跟牡丹廷做一個對話 而這個對話其實是為了批判 所以各位你們來回顧到湯賢祖 他不但創作這個劇本就是牡丹廷 他另外還特別的寫了一段話說明呢 他創作牡丹廷裡面所塑造的杜立娘 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所以這是牡丹廷記題詞裡面的非常著名的一段話 他說情是不知所起 我們這邊加了底色的那句話 請各位補在講義上 因為這句話很重要 他說情就是不可以說明來源 不能理性分析 他說這樣的情才是真正偉大的真情 然後一往而生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如果你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 他說這都不是情之至也 這就是非常著名的至情觀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 剛剛我們所看到的寶大愛情的發展 跟他們的一個實踐狀態 你會發現非常明顯的不同 對《紅樓夢》的作者而言 以牡丹廷這一種愛 那真的是在追求強度 甚至情慾混淆 他覺得你們真的是以慾待情 你們的情只是一個浪漫的外衣 其實裡面都是慾望的偷渡 可是你包裝成生根死 可是為情而生為情而死 在虛構小說裡面 是不是一個非常廉價的方便的方式對不對 那這個不是讀者 這不是讀者應該要被引導的一個 對於愛情的認識 那讀者尤其他在閱讀中需要樂趣 需要一些迷眩的崎嶇 所以你很容易被這樣的小說的描述所吸引 可是曹玉琳就會告訴你 真正的愛情不應該是這樣 你要分清楚虛構跟現實 那麼在現實世界裡面遵守現實法則的 《紅樓夢》他就告訴你 在中國的面向裡這就是稚情 而且你回思之後 還可以讓人感到滴血利水的那一種動人的那種力量 所以我想就此而言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個區隔 我們是不是可以盡量拋棄 我們不知不覺被這個時代 被某一種強大壯力的愛情觀所影響的一些觀念 然後重新去思考我們到底要的是什麼 你到底是要追求你想要的 還是要珍惜你即將失去的 或者是說你到底是要追求一個給別人看的 是要追求震撼力的 是要煙火的那種綻放式的美 還是你就是珍惜你身邊 那麼也許很平凡 可是他對你來講 事實上才是真的不可或缺的一種心靈的依靠 所以我想這個都是我們可以重新思考 我知道喜歡牡丹亭的人可能一下子不能 這我完全理解 可是學習成長就是要像毛毛蟲的節儉跟褪皮一樣 那是要很辛苦的過程 你要反對你自己 你要超越你自己 那真的是拆雞裂骨般的一種痛苦 可是沒有這種痛苦 人不會有真正的成長 所以我想我們在打擊既有的價值觀的同時 我們事實上就是要讓自己更開放 迎向一個更高也更廣大的一個多元的世界 好所以我們現在其實本來應該要進入到下面那個單元 但是我實在很願意在這裡再來跟大家做一個補充 那麼就寶貝的前世的因緣而言 我們常常就把它解釋為說愛就是要不知所起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所謂前世的神秘的 也因此是命定到任何連生死都不能夠動搖的一種執著 我們好像都是這樣理解 可是我做了一點研究 我覺得好像不是欸 如果我們不先帶著這樣一個先入為主的一個成見去看的話 請注意第一回作者描述牧石前蒙 就是醬豬仙草跟那一顆完食所畫的神音飾者之間 他們的互動關係事實上是跟愛情沒有關係喔 你們如果仔細看就會發現他根本不是談到愛情 跟杜麗娘的什麼不知所起完全不一樣喔 所以為了把這個部分說清楚 我們請各位翻到第一回的第六頁 來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把文本仔細讀過 那麼我們螢幕上的補充是 我把它做一個本質上的說明 那麼就在第六頁呢 請看這個道人啊就那個僧啊 跟道人之間的對話念呢 那麼僧他就提起來了 請你們注意第四行下面 因為西方林河岸上三生石畔有降豬草一株 好 這個我們都已經看過了 我現在要跟你們補充的是什麼呢 就是三生石這個典故的來源 我們看到三生石立刻心裡面 是不是又開始展開浪漫的幻想對不對 就是前生今世未來 我們都執著不悔的那一種所謂的真情 好 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那我們後面有一個註解喔 你們可以自己看 那我先用我的話來做一個說明 你們知道三生石的這個 什麼三生石畔舊驚魂嗎 這是他的一個文學上面的來源 那是一個唐代的故事 是和尚元官的一個故事喔 那總而言之簡單說 就三生石的所涉及到的那個三生之情 根本就跟愛情無關有沒有注意到 好 那個和尚元官跟那個叫什麼李哲還是誰 好 總而言之你們注意一下 兩個人是非常知己的好朋友 所以他們之間不是愛情喔 這個絕對沒有問題喔 可是呢當一個人死了之後 要死之前就跟他說 我以後會化身為什麼 以後你可以到那邊找我 結果他是變成一個木童類似這樣喔 所以又再度見面果然似曾相識喔 所以你們注意一下太有趣了 這個三生石事實上他最早的那個典故 講的根本也就是知己之情 是同性的知己之情 那麼這個三生之情再延續下來 然後體現在寶代的這個關係上 有沒有注意到果然啊 到了喚醒入世之後 他們在一個恰當的背景上所累積出來的 一開始是不是也就是親密有愛 這個本質是一以貫之喔 好 這是第一點 這是第一點 還有第二點喔 所以我們要來請各位 好好仔細檢驗這個文本喔 第二點 當這個神殷侍者跟降珠仙草之間偶然 這個碰在一起了 那麼可憐的降珠仙草是不是快要哭死了 然後是不是有賴於神殷侍者用甘露來灌溉他 那這中間的性別藝術我們之前已經分析過了 我們先撇開這個性別不平等不談 你們注意一下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有沒有注意到 是因為仙草受到甘露之會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些關鍵語詞好不好 就是在那個第六頁到第六頁的第 已經是到了第七項好不好 我們就看第七項好了啦 那麼對於這個仙草而言 他受到這個神殷侍者的灌溉 他是怎麼認定這個付出的請注意 他說呢 只因為尚未仇暴灌溉之德 請你們注意這一句話裡面涉及到幾個重要的關鍵語詞 一個呢就是所謂的仇暴 然後要仇暴什麼呢 他認為這個甘露的付出是一種德 一種恩德 所以他才覺得我沒有報這個恩 我就不應該這個就遠離這個人間的輪迴 那麼我就是為了報恩 所以我要跟著入世 所以你們繼續往下看喔 所以他在下面來他這個將諸仙草所說的這段話 隔了兩行喔 請注意他說他是甘露之惠 這個惠是什麼呢 就是恩惠嘛恩德嘛 所以等一下我寫錯字了喔 所以你們看一下喔 很明顯這個德惠呢 都是在一個恩義的範圍 就是你對我好所以我應該要報答 那麼知恩圖報 這不是一個美好人格的體現嗎 老實說啦我昨天晚上高興的跳起來 為某一個人而高興 那老實說 老實說我們給李安的 沒有李安給我們台灣的來得多知道嗎 但是你看人家那麼的謙虛 言必稱台灣感謝台灣對他的好 真的說實在的啦 人家在功成名就之前台灣給他的真的太少 可是人家不忘本 然後念舊然後你給我一分 我真的是點滴在心涌泉以爆 所以這不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儒家人格嗎 所以不要老是以為儒家就是迂腐 就是什麼僵化就是什麼 那你就錯了 儒家是把人格裡面最美好的那一面 他把它開展到極致 我們不一定做得到 可是我們可以好好去體會心向往之喔 所以呢請你們做一下始終 在我們這個降諸的念頭裡面 他就是感受到我受到人家的恩情 所以我必須回報 所以呢請各位注意 尤其加上爆這個字喔 這個在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從先秦時代開始 透過美國一個華裔的歷史學者 就是楊廉生先生的一個研究 加上陸陸續續後來有一些心理學家跟社會學家 研究中國文化中的一些重要的觀念之後 對於這個爆 注意爆是一個關鍵語詞 他不是普通你們以為的那個 互相的一種回報的關係 不是 他在中國從先秦以來就是一直支配 我們在各種人際關係中的一個重要法則 而他的根本精神就是禮上往來 懂嗎 我給你一個禮物你就要回報我 這就是他們建立人跟人之間的某一種和諧的 群體的互動關係的一個根本原則 那這個因此這個爆呢 他在基本上啦 我們先不要管他的一些歷史階段的差異 他的根本的體現的方式就有幾種 就是呢所謂的就先要有恩 就是別人對我有恩有會有德 然後你就要爆 不爆者你通常就會受到社會的批判 甚至這個社會的排擠跟驅除 所以不爆者你幾乎沒有立足之地 那到底要怎麼爆呢 我們要先看一下 那我們給人家的恩會有哪幾種 學者經過考證 考察了一下之後大概發現幾種 就是說我對別人有恩情 那個恩情大概是只有 第一個是救命之恩這最常見 另外一個是說我在你的事業 人生中你遇到很大的困境的時候 我伸出援手 那另外當然還有一些小恩小慧 那所以大概別人的恩情大概就這幾種 那因此呢你的回報也會有幾種 有很多的回報主要都是比如說 也是金錢的回報 身分地位的幫助 類似這些 那當然也有就是用生命來回報 好啦我簡單說明這些方式 有沒有注意到寶貸的前世 他們兩者之間的關係 他們兩者之間的關係 是建立在哪一種恩情上的 好是不是就是救命之恩嘛 所以嘛救命之恩的回報方式 這個仇就是要回饋給別人 那麼作為一種報恩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就是要用什麼來回報 眼淚嘛 那這個眼淚還完了 他認為他對這個恩情已經完成了 他應做的一種義務了 那他其實就可以脫離這個生命的循環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始終注意一下 我們曹雪芹為寶貸的所謂的感情 在前世的那個階段 完全是設定在儒家的倫理中的 好所以我們簡單說一下 某個意義來講呢 寶貸在現世的愛情的一個發展 根本就是恩義的深化 所以從親密友愛 彼此的那一種知己之情 然後才轉化成為所謂的知己伴侶 所以他是一種恩義的深化 那麼再來看一下 以這個前世 我們剛剛所說到的這些狀況來講呢 你會發現他為寶貸的愛情 建立了一個恩義跟得慧的一個報偿的基礎 所以很微妙啊 跟我們今天所認為的愛情都不一樣 好所以來簡單說 簡單說經過曹雪芹 他事實上融化了融會了一些佛教的那個觀念 跟道教的貶責觀 這個說來話長我們不多說 總之他事實上還是以儒家 所謂的報恩以及德慧的倫理基礎上 好啦所以就此而言 我要讓各位深刻的理解到 如果你好好仔細的檢驗這些文本 我們曹雪芹事實上他是一個儒家的信徒 在愛情的這個範疇也並沒有例外 那麼我們要理解他 就是要先拋開我們現代人的價值觀 不然這個成見會讓我們看到 我們只想看的 然後就會看不到事實上他真正的樣子 這個是我們在寶貸的愛情上 要給大家做的補充 《紅樓夢》是中國的文學史上唯一一部 去以寫實方式呢 那麼去寫貴族家庭的小說 所以在那個充滿森嚴禮教的這個上流社會 怎麼可能讓兩個年輕男女 這麼樣密切的生活在一起 你們要注意 要做到這一點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我們今天要建立男女之間的那一個 這個情感的一個發展 比較容易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是一個比較自由 比較開放 我們有很多公共空間 包括去看電影啦 去打網球啦 一起來上課啦 那男女有很多合法的 然後呢公開的 然後也很健全的一個交往環境 所以呢我們現在所鼓勵的愛情 當然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那一種 可是你不要忘記在《紅樓夢》的那個世界裡面 男女之房是他們所克尊的禮教大房 對他們來講呢所謂的禮教大房 就是男女一定要有區隔 所以男女瘦瘦不親啊 男女生活中 不可以有這樣的密切的接觸 那簡直就是他們很徹底要去遵守的 一個生活原則喔 可是寶代竟然可以這麼樣獨特的 由我們今天的這樣的環境 去培養他們的感情 說實在的我們作者煞費苦心 你們知道嗎 《紅樓夢》的進步性反而是在這裡 他在一個根本不可能有這種愛情發生的 這個機會的情況底下去創造了一個 竟然還非常合理的那樣的一個環境 然後讓我們的寶代去呈現出 符合我們今天所認識的愛情 你們知道嗎 作者好辛苦啊 可是他偉大的一個創作才能 又讓他找到非常合情合理的一個 即使是虛構 可是他又非常合乎現實原則的 合情合理的一個策略 那就是什麼呢 那就是什麼呢 第一個是讓甲母寵愛 因為在中國傳統當中母權是最高的 你們要注意喔 很微妙啊 所以這幾十年來呢 主要是美國的性別研究 當他們涉及到那個明清的文化的時候 有一群學者他們就重新去思考這個問題 他說中國文化中難道就是什麼女性受到 屈辱跟壓迫的這樣的一個不幸的唯一待遇嗎 還是我們其實是用我們講當然耳的方式 去詮釋過去的文化跟文獻喔 所以有幾個非常有趣的發現 第一個先講給你們聽喔 他們說事實上任何一個環境 任何一個文化都不可能只有單一性別的 絕對被這個壓抑或絕對被犧牲 這是不可能的 那可是他確實從我們現在的角度來講是不平等 可是這個不平等背後有沒有很多其他更複雜 更超過我們今天認識的一些價值觀 或者是一種互補方式是我們不知道的呢 那這個就是要做研究 其中一個成果非常有趣 第一個他就告訴我們說 我們都認為殘族是會弱化女性對不對 限制女性一個很不人道的做法對不對 那真的很恐怖喔 然後呢所以我們都抨擊 這個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如何是大男人 如何如何去去屈辱女性喔 我們這個都是主流意見 可是呢有幾位學者喔 其中一位是高燕妮女士喔 也是一個女性很傑出的學者 他的研究告訴我們說其實不然 當然對女性的身體跟心靈 這都是一種傷害 可是你不要以為只有這個面向 他考察了一些這個案例 或者是一些文件紀錄 甚至我後來發現喔 他的這個新的看法喔 在台灣在台灣比較早期的一些年老的 這個老太太有果族的 有殘小角的這些老太太身上 竟然看到呼應 呼應什麼呢 就是喔這些殘過小角的人 熬過那個痛苦的過程之後 你們知道嗎 殘小角帶給他們的是 心理上無比的尊榮感 他們非常驕傲 他說我們才是真正的大家閨秀 那些都是大腳的哼知道嗎 真的啊 對他們來講 瞧不起你們這些人 他覺得你們根本就是 不是真正的歸秀 不是真正大家出身 所以很妙的是在於這裡喔 所以某個意義來講呢 這個文化在另外一種範疇裡面 給予他們補償啦 知道意思嗎 那當然讓我們來選 我們還是不要啦 我誰要這種尊榮嗎 可是我的意思只是 我的意思只是要告訴你們說 其實任何一個文化都很複雜 他會有很多互相補充的地方 這恐怕不是用單一的角度 就可以去判斷 這是之一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就是說對女性當然永遠是第二性 這個毫無問題 我們已經看到太多 可是這個第二性 事實上在中國文化裡面 他有另外一種方式給予他補償 很有趣 那就是你只要媳婦熬成婆 知道嗎 熬成婆所以要夠健康 夠長壽 那再一個就是你要丈夫死掉 所以對上夫的女性 因為儒家遵從孝道的原因 所以當上偶的女性 她作為一個母親的同時呢 她就因為儒家所崇尚的孝道 讓她獲得至高無上的權利 她對於她的兒子就有一個超乎 我們一般所想像的一種影響力跟決策權 你們知道嗎 我跟大家學者在這邊做了很多的研究 非常有趣喔 其中最極端的案例給你們做參考 最極端的案例是發生在六朝 六朝就有一個紀錄就是說 有位母親她就跑到官府裡面去告她的兒子 說我這個兒子對我不笑 然後呢結果那個兒子被判很嚴重的罪 你知道嗎 所以母親只要對兒子不滿意 她甚至可以動用到一個合法的一個法律 就是一個政府賦予她的權利 然後來懲罰她的兒子喔 所以事實上母權很微妙的是呢 她給了女性在很多地方被壓抑 被損害的狀況底下呢 獲得另外一個補償 所以母權之壯大 那這個是我們所沒有辦法想像的喔 我們今天的母親很可憐對不對 孩子都不聽我們的喔 好所以呢 這個跟古代是非常不一樣 尤其甲府的世界 祖母是不是最高權威啦 所以你就知道嘛 賈母一生氣 賈政都做的祖父的人呢 還在公布做官的人呢 是不是都還得跪在地上磕頭了有沒有 她只不過生氣而已 所以你就知道說母權之高漲 那恐怕也不是我們今天所能想像喔 好啦 所以我的意思呢 只是要告訴你們說 所以呢曹雪芹動用 她在她那個時代跟她那個階級 合乎現實原則的一些操作的策略 讓寶代的那個知己愛情 能夠合理又合法的去展開 所以賈母寵愛 所以是不是賈母一生令下怎麼樣 戴玉是不是就可以跟寶玉 什麼同子同襲有沒有 同情對不對 這是因為賈母的關係 所以這就別人沒話好講 那這是第一點 可是這個還不夠喔 這個還不夠 我們作者又開發了另外一條出路 那是不是就是讓原村封飛 當然原村封飛不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已啦 但是其中有一個目的就是 讓原村封飛之後要回來醒清 回來醒清是不是要叫創造一個醒清的原定 而醒清之後你們知道嗎 那個花園喔 那個就是大觀園 注意一下 從道理上來講她會怎麼被處置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大觀園的專題要談到的 所以你們先要有正確的概念喔 黃飛都回來醒過清了 那她回去之後這個地方應該要怎麼安排 好高興喔 我們又多了一個花園 大家每天去玩吧 是這樣嗎 當然不是 人家是黃飛耶 黃族那是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耶 所以紅樓夢第二十三回講得非常清楚 連原村自己都知道 自從她信過之後 她臨信過之後怎麼樣 假政必定盡緊封鎖 應該是叫做很真盡的很謹慎的 一定把它封鎖起來 不肯讓外人進去騷擾知道嗎 因為那就是你 你就是對黃權的一個侵犯 所以整個大觀園在原理上 她就是要被關閉 那被小心的呵護 因為她代表黃權知道意思嗎 所以呢結果這麼一來 我們作者又讓原村是一個非常開放的 多元包容的女性 所以她認為這樣子呢 太可惜了這個原子 何況他們的賈福裡面 是不是有非常好多的一些能師會父啊 又是非常優秀傑出的少女 何不讓明花美人有沒有 不要讓花柳失色 也不要讓這個美人沒有機會去悠遊 所以是不是由黃飛利用她的黃權 下了一道什麼解除令有沒有 解除封意讓大觀園開放 當然是有限度的開放啦 是不是只有那些漂亮的少女們才能進去啊 所以年齡歧視跟榮歧歧視又再度出現 那另外呢因為賈寶玉很特別嘛 她覺得如果寶玉不進去 她沒有了溫柔相似不開心 她不開心賈母是不是也不開心 這樣又不笑了 所以特別交代寶玉也可以跟進去一起讀書 有沒有所以她又進去了 好所以呢這麼一道黃令下來 有沒有發現有限度的開放 某個意義來講也排除了 那些沒有資格進去的人的嫉妒有沒有 我說的就是賈還懂嗎 她不敢沒有人敢去抱怨黃飛的知道嗎 除非你不要你向上人頭啦 沒有人會做這種事 所以你們知道這些策略都是 非常合乎現實原則 然後讓它裡面所發生的這些故事喔 雖然在現實中不會發生 但是卻在敘事邏輯裡面呢合情合理了解嗎 所以你看又有一個大觀園 那黃飛的命令下來 他們本來就應該要住在裡面 所以他們互動之密切是不是就也因此不違反禁忌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看從母權再到黃權 那這個至高無上的權力一壓下來 所以他們兩個之間的那個密切的相處 就得到很合法的一個機會喔 這個真的就是曹雪芹非常厲害的地方 那在現實當中去創造一個超現實的世界 可是那個超現實世界又合乎現實邏輯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超現實最厲害的地方 他真正的前進跟突破傳統 倒不是怎麼去反抗禮教 絕不如此 我覺得這就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 所以這要跟各位做個說明 那當然回到我們寶代的愛情這個專題 我們已經預告我要偷渡一些想法 就是說愛情當然很重要 有的人甚至可以為愛情付出生命 那麼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從一個更寬廣的眼界 跟對生命的認識的那個視窗 然後來認識這個愛情 究竟應該可以在我們的生命中 發揮什麼樣的影響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所以我這邊的標題就用一個很具有衝突性的 兩個標題來並列 就是說愛情它究竟在正面的那個部分 被我們人們所歌頌的那個部分 它真的是呈現出人類很可貴的一種堅真之情 它體現為一種永恆的痴心對不對 所以情人們總是很貪心啦 在好多愛情的篇章裡面是不是都歌頌 他們愛要愛一輩子對不對 然後愛一輩子還不夠對不對 還要生生世世嘛 三生世啊 七世夫妻啊 然後唐玄宗給你講 魏菲是不是也是在天願為比翼鳥 在地願為連禮之 然後在我們的漢樂府上爺詩裡面 是不是也提到 我欲與金香之長命無絕衰 還記得嗎 一輩子還不夠還要愛到世界末日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真的是一個永恆的一個 人類你可以開始體會 或者是追求永恆的一種很特別的方式 那這樣的愛情當然非常的動人 所以自古至今愛情是一首傳唱不歇的送歌 可是假如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認識的話 那麼我們也許 我真的覺得我們是也許可以再思考 在這份永恆痴心底下 假如你沒有足夠的人格的高度 以及生命視野的廣度 那麼這個永恆的痴心所落實下來 所成就的婚姻家庭可能只不過就是兩人份的自私 那兩人份的自私呢是來自於那個佛羅姆愛的藝術 這本書裡面 我們的講義有提到 他就說其實本質說來 情愛即便是心靈的整體狀態 他還是非常狹隘的 只限於兩個人之間的那種情感 所以他是兩人份的自私 因為他是排他性的非普遍性的 對不對 那我要說的是 這個問題我真的是困惑了很多年 我不斷的觀察我身邊的人 然後那個困惑越來越深 越覺得非常的奇怪 明明佛羅姆已經告訴我們說 愛情是一個人格的體現 你可以有這麼好的愛情 那麼藉由這個愛情的延伸跟具體化 你會成家 你會擁有下一代 我的疑惑在於對的 他們在他們的家庭裡面都是好爸爸 好媽媽 然後也是好太太 好丈夫 他們絕對沒有問題的在愛情這個部分呢 至少我從一個外人的眼光來看 我覺得都承擔得起愛情的一個標準 我的疑惑在哪裡呢 我發現可是這麼多這麼多 足以作為好爸爸 好媽媽 好太太 好丈夫的人 他們對他們的鄰居 對他們的同事 卻是那麼的殘酷 他們會聯手仗勢欺人 他們會寫黑函 會背地重傷別人 然後會等等等等等等 這真的是讓人困惑喔 為什麼你是一個好爸爸 好媽媽的時候 可是你卻是一個小人 你會嫉妒別人 然後用一些不好的手段去陷害人家 而這種現象非常普遍耶 那到底怎麼回事 這個人人格衝突嗎 這個人的人格是不是有分裂的情況呢 到底怎麼回事 所以佛論我的愛的藝術 提供給我一個很圓融的解答 就是說原來他的愛 只不過是一個非常狹隘的 仍然是自私自利的愛 他之所以是一個好爸爸 好媽媽 因為那些孩子是不是他的延續 所以還是屬於他自己的一部分 他還是愛他自己 同樣的當他在愛他的妻子 或愛他的丈夫的時候 也一樣因為我們是生命共同體 所以我愛你也等於是愛我自己 那麼所以擴而充之 兩人份的自私 是不是就可以稱為四人份的自私 然後或者變成八人份的自私 或者是賈府是千人份的自私 他們有一千人 所以總而言之我們終於體會到了 那個愛是非常狹隘的 所以我們佛洛姆才會說 他是一種自私 那這個自私我要先提醒你們 他跟他的原始造字迅古學上面的一個道理 是很吻合的 這個自私不一定就是一個負面的批評 雖然他常常確實容易導致負面的 一些不好的事情出來 但是他原始的意思 請你們注意思這個字 最早期在那個腳骨文 撰文等等 那些早期的那個字型裡面 你們知道他是怎麼寫的嗎 對 我們中文系的同學上過文字學就知道 大約是這樣子對不對 大約啦 所以我每次考文 我學生時代考文字學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在畫圖圍 然後畫完了我就考完了這樣 好 所以這個就是私 那什麼意思 就是一個很小的範圍 畫出一個範圍 這個叫做私 那跟私相反的就是公 對不對 所以公私的概念到現在 都還成為很多學者在研究的問題 原來在六朝 在清代 他們的公的領域的概念 跟我們現在認為公領域原來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這個以後我們有機會再說 所以那跟私剛好形成對立的那個公 在造字上面他們是連生的 是同步產生的 所以公就是這樣子產生的 那所以加上這兩個背立的兩個線條 是不是叫做背私 就是你背離了私 你就可以走向公就可以走向大我 走向一個更寬廣超越這個小小範圍的世界 這樣懂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現在請各位就注意一下 所以我想當我們超越了一見鍾情的一個強度跟速度的追求之後 我們回到生命的本質 我們就認知到日久生情在深度長度厚度上面的珍貴 可是呢在我們現代人來講 我們應該更要呼籲 我們要讓我們的人格提升 同樣的也要讓我們的愛情呢 超越他的自私性 而能夠達到一個更寬廣的高度跟廣度 而把這一個道理說得很好的一個人 也是我很喜歡的一位作家 就是聖修伯里 那麼他在 你們認識他是因為透過小王子對不對 但實際上《風沙星辰》這本書寫得更好 我用他的原來的法國法文書名是人類的大地 他是用一個非常寬廣的從高空秒看整個世界的 所以《胸襟之無邊無際》是這樣來看人的存在 所以這本書我很喜歡 我用很高的讚美來概述他 我覺得他既有哲學家的深度 又有文學詩歌般的優美 然後又有宗教家的悲靡 所以這真的是極力推薦的一本書 那我們引述的這三句話只不過是其中 腐蝕可見的那些真言良句 真的是發人省思非常動人的文句中的一個而已 那麼他就說生命交給我們 愛並非存在於相互的凝視 而是兩個人一起望向外在的統一方向 所以人不要只守著彼此 守著自己父子兄弟夫妻這種小小的世界 你的心一定要開放出來 不然你同時就是一個小人 有的時候人為了護衛自己的人 然後就變得非常的可怕 那這不是我們所樂見的 所以當你在愛中怎麼樣超越兩人份的自私 或者是四人份的自私呢 請學會要一起望向外在的同一個方向 看到這個世界的更寬廣更優美 那麼更真理的那一面 所以這也就是我們杜甫 好這段話我才很想引用 杜甫在那個他的一首詩 叫做《自今赴奉先縣永淮五百字》裡面 有提到當然他的自我期許 跟一般人是非常不一樣的 所以他能夠成為中國最偉大的詩人 然後他就提到一個對比 他說回頭看看哪 那些人都指向螺蟻背 怎麼說螺蟻呢 因為心願很小 然後就極極營營於去營造 或保存自己的小小的巢穴 所以螺蟻背是蛋自求其穴 這個蛋就是指的意思啦 他全部的人生理想就是 只限定在把我這個家經營好 可是他說你為什麼不學習大鯨魚 大鯨魚是可以縱浪在大海中 所以澤尼也明博就是他們的整個的 他們的一個追求是演 演就是那個起伏 就是成長風破萬里浪在海浪上起伏 那麼在哪裡起伏 鳴伯 鳴伯其實就是大汗 所以我覺得杜甫是在期許我們說 一個人的人格真的要往上提升 然後要往無限去延伸 不要只守在一個小小的巢穴裡 雖然那很溫暖 雖然那裡有你很珍貴的家人 可是你不應該讓你的心靈 不應該讓你的眼界只限定在那裡 所以你不要說你是一個很功成名就的 醫生、律師、CEO什麼什麼 如果你的心完全只是限定在自我的成就 跟你自己家族的延續或錦衣玉食的追求 公民權位 你的一切追求是只有這樣的話 所以你在這個現實世界裡面再怎麼成功 他覺得你都其實在他的定義裡 都只是個樓椅背而已 雖然你的巢穴可能是金碧輝煌啦 可能是用那個黃金打造 可是很抱歉 你只不過是大一隻的蝼蟻而已 那你的巢穴很吸引人 可是你就是巢穴 所以那不是大海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以我們今天來講呢 《紅龍夢》的世界已經在他的時代限制底下 所以讓寶代的愛要愛得那麼辛苦 可是作者已經給他很多很多超越那個時代 所能夠認識到的愛情的深度 但是我會希望說我們已經脫離那個時代的限制 我們其實可以有更高的追求 所以我會希望大家在愛當中 包括你對你朋友的愛 對你家人的愛 對你伴侶的愛 你都應該要學會同時望向外面一個沒有邊界的方向 這樣子一來兩個人才會同時成長 所以我很喜歡用一個病生的樹向上生長的比喻 就是說我覺得兩個相愛的人 你們要望向外在的同一個方向 不要只在你我的互相凝視當中 看到死都還只是小 你要小的兩個人啦 你要小的兩個人的分量就是七十億分之二 知道嗎 可是如果你望向外在的同一個方向 你可以擁有整個世界擁有整個宇宙 所以這樣一來你就可以是一個好爸爸好媽媽好丈夫好妻子 可是你可以也可以是一個很好的君子 懂嗎 即便對你的敵人你都可以有非常優雅寬闊的風範 這才是我們人要追求的喔 好啦 所以我下面引述了那個聖經哥林多前書 我想這段話你們很熟悉 那我的意思是說既然愛是一個人格的體現 既然愛呢 其實是存在於我們人生中各種人跟人之間的關係裡 那麼既然愛是要經過學習 也因此它是可以讓我們不斷成長的一種內在的力量 那麼我們這個原則就可以適用在 我們的許許多多的親情友情愛情之中 所以要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然後不嫉妒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 不計算人的惡 了解嗎 這是所有君子的愛才會有的喔 所以呢不喜歡不義 只喜歡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愛是永不止息 所以你想想看我們寶玉確實對寶玉 對黛玉是不是有很久的忍耐對不對 是真的啊 可是我想寶玉做一個男人 畢竟那個文化還是給他更多的視野 所以他終究是不是比走在他前面的女性 走得又更遠的到達了終極的彼岸 而獲得最高的智慧 有沒有 所以我們整部小說還是鋪陳在寶玉 怎麼樣在那麼深的愛情當中 終究是不是還是超越了出來 迎向一個更寬闊而無限的世界 所以我想這樣子的一個理解 或許我們就會知道說寶玉的出家並不是逃避 更不是受到打擊之後沒有辦法面對這個世界之後的一種 鴕鳥式的一種出路 不是 他真的是一個整個豁然開朗的解脫 知道原來世界不僅止於此而已 他是一種宗教的升華 可是同時也是一個人格整個的開放 我想所以對寶玉的出家我們真的也許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好啦 那麼把這個愛情觀的單元講完 我真的非常希望你們真的要注意一件事情 寶代的愛情事實上即便達到 我們今天所認識到的那一個所謂的深度厚度長度 會符合我們今天的愛情觀 可是要注意當這樣的愛情在滋長在發生的同時 他事實上是不被他的那個禮教社會所允許 所以我們剛剛提醒大家寶玉是不是 始終沒有把這個愛行諸於口對不對 他不敢跟黛玉之間做任何言語上面的一種交流 因為這是違反禁忌 所以提醒你們出了一件事情喔 這個實在太好玩了喔 我一定要提醒你們 就是當那個惠子娟情詞釋盲玉的時候有沒有 然後寶玉是不是就開始發瘋了對不對 昏潰全家又鬧的這個雞犬婦寧 終究呢大家發現寶玉這麼重大的一個精神崩潰的一個噪音 竟然是什麼 林妹妹要回家 你們知道嗎 這非常危險喔 在我們剛剛所說的那個禁忌之下 如果被人家發現他們之間產生了這樣一個 違背男女之防 父母之命的禮教大防的私情 那是非常重大的災難 可是呢他們竟然化險為夷 你們知道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嗎 這實在太有趣囉 所以紅龍夢一以貫之喔 既超越他的時代的限值可是又符合那個時代的限值原則 那段話很有趣 所以我們要請大家仔細看一遍喔 那個是在第50已經是57回 來 可是呢到底在第幾頁我們請大家注意到幾個關鍵語詞 好 請各位看八八九頁 好 八八九頁 那這樣當全家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呢 那黛玉當然一方面會保育的好轉也寬心 可是這邊實在是饒富生意的呢帶到幾句話 我們的讀者一般沒有看到這麼細 我要負責提醒你們 來請看一下就在倒數第二段 好 黛玉呢不時前雪夜到怡紅院這邊來探消息 那當然這邊的這個狀況事物都已經知道了 心中也暗探因為當然一方面敢念寶玉對他的情意 那可是這個探字不只是這個正面的意思而已 來 請注意下面 性喜眾人都知寶玉也有些呆氣 字又是他二人親密 如今子涓之細語也是長情 所以寶玉的病也非漢氏 所以也不移到別的地方去 有沒有注意到這幾句話 什麼叫性喜 慶幸別人沒有懷疑到別的地方 所謂的別的地方是指什麼 私情嘛 所以大家對這個事情的認知 是不是還是在於他們的親密友愛 而這個親密友愛是他們 從小到大的一個障眼法的知道嗎 就因為從小到大都很好 所以他們現在好成這樣子 所以還好就沒有被人家懷疑到是男女私情 也因此保障了他們接下來平安無事 知道嗎 所以這實在太有趣了 所以你看林大玉竟然要慶幸 沒有被人家發現真相 其次你們注意一下別人之所以沒有發現 就是因為他們從小到大 這樣子一個超越常理的 那麼同行同止同寢的那一個生活背景 所帶來的一個膨脹 所以才使得他們這樣子的一個 已經變質成為愛情的情況沒有被發現 所以也使得他們沒有遭遇到任何的責難 所以這一點請各位真的要注意 紅龍夢的世界確實跟我們不一樣 而這個不一樣的世界呢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談大觀園 一定要先跟各位做一個很清楚的 說明的一件事情